《罗十歇》 罗十歇脸上带着笑 嘴里哼着歌 扛着大铁枪在魏文通的马前一站 魏文通定睛一瞧 哎呦 认识这傻小子 在华石堂和夹道沟 他两次和他交战 知道这傻子力大无穷 而且还会飞石头 魏文通用刀一点 你是什么人 嘿嘿嘿 君是梦奔 罗氏信 你这黑天巧 你过来 魏文通马往前一提 你手中把大刀以为 露头盖定 一刀就砍下来了 这刀往下以来啊 罗氏信把这大铁枪扛着 瞅准了他的刀 望下一跺 心想 这一下我就让你出了手 这一下我就让你出了手 得了 看 这下要是碰上 魏文通这刀是非出手不可 因为魏文通和他打过一次仗 知道他力气大 同时他也知道这刀碰在那枪上 非出手不可 所以魏文通今天是夹着万分小心 他这刀虽然跺下来了 他看着那枪往前一磕的时候 他刀 把刀撤下来 他把刀头望回这么一扳 刀转望前这么一地 这傻小子这一枪没磕上 还晃了一下子 你怎么不让我碰上呢 魏文通心想 我让你碰上 让你碰上我就完了 这一刀钻一处的罗氏信往旁边一闪躲开了 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 魏文通人称花刀帅 刀法巧妙 今天他跟罗氏信就使用的是巧招 这刀不跟那枪碰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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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片一样围着罗氏信前后之转 这罗氏信拿大铁枪左右忽轮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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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轮也轮不上 这也轮不上 罗氏信只嘲嘲 什么玩意儿 你怎么不让我轮上呢 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 呀呀呀 把魏文通气的 魏文通心想 我打了一辈子让没见过这样的 一打仗还在唱歌呢 哎 心想这瓦岗山上都弄了些 什么人都脸乎到这儿来了 打着打着 这罗氏信 棒 虚砸了一枪 陌身往下就拜 他往下一拜 魏文通奇怪 因为这傻子他不像得明白人 打仗的时候还得故意露出一个破绽 这傻子想拜拖枪就拜 魏文通心里想他没拜 没拜他怎么往下撤呢 他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这傻子一回身 来了一石头 这石头在哪来的呢 感情这罗氏信呢 没出兵之前呢 刚认了个师父 谁是他师父啊 侯军吉 这回瓦岗山没出兵的时候 侯军吉就把这罗氏信叫过去了 我干的 你这回到江场上想不想得胜啊 嘿嘿我想得胜啊 你要想得胜的话 我得教你两手能耐 你教给我什么能耐 你得管我认师父 认完了师父 我再告诉你 怎么样 那好 那你就是我师父 师父我给你磕头 跪地就磕头 行了罢了 徒弟 起来起来起来 你呀 本身带着有本事 你不会打那石头籽吗 对呀 我会打那玩意儿 你打那石头籽到江场上要打敌人 那不是百发百中吗 但是这石头籽 你不能够随地就能捡着 可不是呢 有时候找不着 我给你出个主意 弄个兜子 捡一兜子石头 你夸在身上 能打就打 不能打 你就往外飞石头 这叫枪里加石头 知道不 这个招啊 别人谁也不会 听见没有 我就告诉你这一手 你就足应该管我叫师父 哎呀 你你你真是我师父 你心眼怎么这么多呢 我就没想起来 这侯军记在这绕灯傻子 其实跨个兜子那算个什么东西 侯军记马上命人给他缝了个兜子 就给这罗石信跨上了 罗石信没下山之前 捡了一兜子石头 这石头都这么大个一块一块的 这个都特别云实 他这个兜子斜跨着 上来的时候魏文通并没注意 不知道他那兜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 这者罗石信的大枪一拖往后一转身 他望起一败的功夫 魏文通往前刚要追 罗石信一回身的功夫 这石头可就掏出一块了 他反手一石头 飞 这石头那打得再准呀 能够飞石打鸟 这鸟要在天上飞着啪一石头 这鸟就下来 你算他准到什么程度 他那石头奔着魏文通的脑袋就打来了 收 这一石头来了 两人距离又近 他那个速度又快 魏文通看似不好往朋友一歪头 就魏文通仰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一员武将 躲得那么快 都没躲开 这石头正好在这儿 啪 被扫上了 前回魏文通挨他一石头了 那回打的是这一面 那种子已经消息了 这回是这一面 啪 这一打着魏文通一无掩扩子 啪 说声不好 左脚尖一灵灯 这匹马往下就歪 傻小子一看 嘿嘿嘿 嘿嘿 喵喵喵喵 又一石头 魏文通前面挨完之后 一拨马就啪 后拨梗子又挨一下子 一股这包就起来了 这也鼓起来了 魏文通赶紧催马 往下就拜 罗世信摆着大铁枪随后就追 这功夫给魏文通官兵料阵的太臣王 杨林回报 求龙棒 一看魏文通败起来 他马上吩咐十二家太保 来啊 一起望上上 这十二家太保齐催作马 各端兵 接下来 轨松 一块就围上来 十二家太保来 街英 魏文通 他们这边一起望上一上 对过 徐茂公和秦琼 马上也传下命令 告诉五虎上将 带着八名标气将军 一起往上冲 瓦刚军也上 这功夫隋军和瓦刚军 两军在将场之上就杀在了一起 只听见兵器相撞 战马斯明是爹哭娘喊 一阵乱杀 刀光学影是打在了一处 这功夫太王杨林在后边远处官兵 他瞅着 他心想瓦刚山今天下来的人马 多说也不过五千人 现在我后边有十万大军的鹰盘 我何不趁此一举把瓦刚山给歼灭 杨林马上传命令 调动随军 形成一个扇子面的包围圈 一直有刀上来 随军望上这一刀 徐茂公在远处一看 明白了杨林的用意 马上吩咐明军收军撤 说了声明军收军 罗声一响 瓦岗山这一帮队伍 在将官们的率领下 全都撤下来 罗世信也跟着几位将军 败下来 他们败下来就往这青龙沟的山口里边走 他们往山口里边这一败 杨林在后边吩咐 众随军 让他们跟随着瓦岗军首尾相接 一起给我杀上瓦岗山 杨林想要一鼓作气杀到山上 把这瓦岗山给他剿平了 所以随军们以为这是瓦岗山上的军队败了 趁死追击 别说 这瓦岗军跟随军 真都掺和在一块 首尾相接就进了这青龙沟了 进了青龙沟之后 顺着山道往瓦岗山上走 呼呼呼啥呀 跑不了了 但是这个队伍 你不管多少人 一进这个青龙沟 这个沟堂子 你必须变成一个长牌的往里冲 随军随后变成长牌队伍 冲进来的时候 这队伍可就拉开了 杨林在后边都寨 前边的随军走刀半山腰了 后边的随军大部分进了这沟堂子了 就这个功夫 在这青龙沟的两边山坡上 密林之中 暗藏着很多瓦岗山的队伍 这是徐茂公下山之前就已经布置好了的 随军走在沟堂的当中 呼听见两旁边 帮子一响 紧接着有大树林的里边 撒出了一排凋零剑 剑似飞黄一样 奔着随军就射了 随军在沟堂子当劍 没有回旋的余地 上哪跑也跑不了 有的重剑身亡 有的重剑负伤 有的往回跑 有的往前去 随军这一乱死 伤者不计其处 尤其是在这树林子里边 还有小霸王宅让手底下一帮标枪队 这帮标枪队是宅让当年自个亲自训练出来的 瓦岗山上这些个军队很多是出身于猎户打猎的 有的擅使标枪 这枪在手里边拿着能出手 是多野兽用的 今天都给随军使上 这帮标枪队拿着标枪 瞅准那随军是一枪一个 多少就死 随军这勾汤子里边就死得无计其数了 杨林一看不好马上吩咐撤 他说撤 前面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 和瓦岗军首尾相连的那一部分 就已经被瓦岗军给俘虏上了山了 沟塘子里边有富商的败下来的 还有死在那里头了 杨林和魏文通和十二家太保带着随军 是大败而归 虽然是败 但是杨林这个人 刚毕自用 不承认是败 一进自己的大营 甩凳林安下流坐马 往中军杖一边走着 一边嘴里边是刀 哼 这帮强盗 他要不是有这座 沟岗军的话 孤王今天就把他剿灭一平 一为平地 魏文通在旁边 隔了一个眼睛 这包都起来了 特别难受 让罗信打的 这功夫魏文通还不忘了拍马屁呢 跟着杨王一听杨林说这话 王爷 可不是吗 我跟您说吧 他也就是有这凋零剑的埋伏 要没有凋零剑标枪啊 这下子 我们就把他整个的瓦岗寨 全都给平灭了 他们跟咱们的队伍比 那差得远 这是一帮乌合之众 嗯 杨林来到大帐里边端然稳作 魏文通在旁边一站 他觉得这个马屁拍得还不够火候 揭插还在这说 王家千岁 您看看 他这瓦岗山上 都是些个什么人 哎呀 上至他那皇上 下至他那些将官 都是些什么样的出身 他这皇上 我听说 是卖耙子的 他那个五虎上将 都是一帮强盗 他那个军士 我听说 姓什么 姓徐啊 是一个算卦的江湖术士 嗯 就说他那个大元帅 秦淑宝吧 也不过就是历城县的一个小历 何足道哉 当他说到秦淑宝的时候 杨林一听 嗯 秦淑宝 跟他们不一样 这个秦淑宝 他有帅才 钢山上要不是有这秦淑宝 恐怕 孤王早就把他们一举而敲灭了 正因为有了秦淑宝 所以他们才有这些个智慧 韦文通一听 对了 这茬忘了 秦淑宝是杨林的干儿子 十三太宝啊 你看我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这回 这句话说的不对劲 赶紧忘回原 啊 王家前岁 哪倒是啊 那秦淑秦淑宝 他帅才 自然还是帅才 小人我是说呀 他当初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历 是不是 可是他现在有帅才 这帅才是怎么来的 还不是任您为义父 跟随您的帐下 这些日子跟你学的吗 这叫挨金是金 挨玉是玉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呀 杨林一听 嗯 言之有理 韦文通心想 这两句话说的不错 正这个功夫 后边有军兵 爆 启禀王爷 现在长安城里边有圣上派来的鸦梁运草的官员来到后营求见王家 杨林问 杨林问是何人压梁而来 王爷 是战殿将军 玉面小子都 银枪将 胡尔夫 哦 是胡尔夫来了 快快让他进来 杨林这一吩咐 不大伙的功夫 有打外边走进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这个人年纪在二十六七岁 长得细腰乍背 双肩暴龙 两刀细眉一双大眼睛 这双眼睛炯炯有神 来回之拽 鼻指口方 面如银盆 这小伙子是个漂亮人 走进大仗之后 了甲咒 双膝跪倒 王爷 小人给王爷建立 他望着一跪 杨林看看这胡尔夫 胡将军 你远路而来 可是给孤王牙梁运草的吗 正是 王爷 现在粮草已经送入后营 王爷 您征脚瓦钢山 胜败如何呀 今天 孤王是大获全生 我把钢山生这帮乌合之众 打回山去 不过我大随军 也略有损伤啊 哦 王爷 明日您准备如何打钢山呢 明日 孤王我要逃敌 只是这帮强盗 他们拒贤而立手 恐怕他们不敢出征了 孤王现在正想 这瓦钢山 如何一举歼灭呢 霍尔夫说王爷 有您在此 我想这瓦钢山用不了三五日 必定能够搅拼 杨林这个时候说了句心里话 胡将军 话虽如此说 不过这帮强盗 他们狡诈多端啊 绝非三五日 可以能够得胜的 哦 王爷 您如果强攻不行的话 可以智取呀 智取 哦 你是说如何智取呢 胡尔夫说 王爷 小人 倒有一个想法 哦 你说与我听 王爷 晚上我再跟您说吧 好 当天晚上 杨林在他的后帐里边 就把这位银枪将 胡尔夫给请去了 杨林对胡尔夫感情非常熟悉 因为胡尔夫的父亲 叫胡远来 当年曾是杨林帐下的将官 在征战之中 深重流石而亡 所以杨林对胡尔夫 是另眼看待 这天晚上 胡尔夫和杨林 在大仗之中 是对坐饮酒 这也可以说 杨林对胡尔夫的特殊接待 两个人正在喝酒的功夫 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 这个乱来自于后营 一阵大乱 了不起他 着火了 这个时候 直接一个军兵 慌慌张张走进杨林的大仗 报 欺贫王爷 大事不好 瓦岗山的人 带着队伍偷袭咱们的杨草 杨林一听 再谈 是 军兵一出去 胡尔夫站起身来 瞅了瞅杨林 王爷 机会可到了 我们下期 booking 我通过